他只能夠做出 還不能一鍵完成 他只能夠什麼 就是你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在執行的話 一定要把舊的刪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的那個名稱有沒有 他叫做這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如果你在新增 他會有重複名稱的問題 也就是說工作表不能夠 有一模一樣名稱的狀況 OK 所以他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他一定會 現在執行不會了 執行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在執行的話 他就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該名稱已存在 請嘗試其他名稱 那針錯的時候 他會停在這一行 那表示說他要新增的時候 他發現這邊已經有一個了 說不行 那怎麼辦 你先把它結束掉了 結束掉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果有這一個BUG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想辦法 讓這個BUG不會發生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 他比較直覺怎麼樣 就是你先檢查一下 這個工作表有沒有存在 如果存在先把它刪掉算了 再新增 OK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剛剛的問題 要不然的話 變成你要手動自己刪了 變成說你要執行之前 那你要先把它刪除 有沒有 然後再亂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這個顯然是不太合理 為什麼有時候你忘記了 那就會麻煩執行一下 也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樞紐表OK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就樞紐圖 所以樞紐圖怎麼錄製 一樣嘛 就是樞紐分析表分析 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錄下來 不過錄製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錄製的時候呢 我是建議你直接就是選那個群組直條圖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你就不用再錄了 為什麼呢 我跟各位講 其實第一個 它的位置 你如果調整過之後 它雖然把你錄下來 但是下一次它會亂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執行過 因為它的位置是一個相對路徑 有的時候會相對於你滑鼠位置 所以你滑鼠位置不對 它到處跑 那怎麼辦 可能我們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自己再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上方的這個什麼 標題名稱 我們好像改了名稱嘛 然後改了什麼 改了它的字的大小 顏色跟粗體字嘛 那我是建議啦 這個的話 如果錄製我覺得 錄下來的程式碼太隆藏了 所以我有個範本 雲端上有 我是教各位乾脆你直接拿範本 來用比較快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做圖利有沒有 圖利的英文名稱就是Lectron 所以你就把Lectron這個關掉就可以了 我是建議這個也用程式自己改了 會比較簡單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它錄製的話很簡單 就是一樣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輸入叫做樞紐圖 樞紐分析圖叫做樞紐圖 OK 一樣喔 只要做一個動作就好 按確定 一就是直接樞紐分析表分析的 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這個 就是群組質料都按確定 好 結束了 後面的部分 這個跟這個 我們用程式自己拿來範本拿來改 我覺得比較簡單 然後Waze的話呢 跟大小 我們待會再看 把它停止掉 OK 停止錄製 OK 開發人員停止 所以其實一個動作 我記得錄下來的話 程式應該不多 樞紐圖編輯一下 好像就只有兩行吧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樞紐圖 上面的註解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的話就是插入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會發現 蠻簡單的 它就是一個是什麼呢 Active Suite 各位有看過 我們剛剛有打過這個敘述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幫我增加一個 Sharp 一個圖 有點像一個圖塊 Sharp又一個圖塊 那後面加一個方法 叫AddChart2 AddChart2就是說 我希望幫我增加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的話呢 就是 樞紐直條 群組直條圖 群組直條圖的設定就是這個2011有沒有 跟這個後面的參數 這兩個實際上就是群組直條圖的設定 這兩個實際上就是群組直條圖的設定 然後 底下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Set Source Data 指的就是什麼呢 在Range裡面的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這個是工作表 工作表就是這個啦 OK 所以其實 這邊這個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大家可以把這部分用的建範圖的設定 A3到B5 A3在哪裡 A3在這裡 有沒有 B... 不是... B9在這裡 所以就是這個框框嘛 那我是建議這個能不能改啊 其實我一樣的道理 因為目前工作表就同一個啦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的工作表明成績到驚嘆 這個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這個錢的符號是絕對坐標 其實已經是絕對坐標 所以其實這個錢的符號也可以拿掉 所以如果假設你覺得這看著有點干擾的話 像我是還滿喜歡把它刪掉的 這樣不就很清楚了吧 意思是說我的資料來源就是在A3到B9 這樣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我畫個圖 然後我的範圍就在這個地方來源 所以把這個圖刪掉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把這兩行在執行 各位可以發現它就會自動畫出這個圖了 還滿直覺的 所以這兩行還滿好用的 但是它這個標題跟這個圖例 如果我要把它去掉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在底下只要利用範本 這個範本在哪裡 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沒有 樞紐圖 這邊我有特別用黃色框框框框起來 2跟3這個 有沒有 應該看的 這兩段把它Ctrl-C 2指的就是做剛剛這些動作 哪些動作呢 就是把它的字改成什麼呢 改成就是Wi-Fi熱點前五名線的字 然後這個Fone Color指的是顏色啦 RGB就是它什麼顏色 R指的是紅色 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G指的是綠色 B指的是藍色 那後面的數值 最大就是25 最小就是0 那意思是說 R紅色加到最大 其他都不要 那就是紅色啦 OK 那Size的話 Fone Size應該看得懂嗎 就20 那Bow的就是出體字要不要 要的話就是E 就是True 0的話就是False 那所以這兩段有沒有 黃色這個區域 Ctrl-C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加到這個底下 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應該就已經快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加上 上面這邊再加一個E 所以第一個註解就是什麼 這就插入樞紐分析圖 就是 好啦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註解1就是這兩行 有沒有 OK 註解2的話就是把它的那個 字的部分改一下 然後這個顏色 大小出體 然後Nectar就塗力把它關掉 關掉的話就0False 再來我把這個圖給刪掉看看 Delete了 然後再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看看 OK 有沒有看到 執行完之後 馬上這兩個 我是覺得 這個字我是建議還是用貼範本出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改 乾脆你拿這個來改 我覺得好像相對會比你自己錄製 因為錄下來真的至少十幾行 一大堆東西 所以倒不如寫的這樣子來的精簡 OK 所以這個可以當範本算 那Legend的話就塗力 塗力把它關掉 這個就OK了 所以執行沒問題 那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當然這個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這個 這個其實這已經OK了 那如果你吹話 其實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圖 幫我搬到某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比如說有點像這樣 幫我搬到那個第二儲存格的左上角 有點像這樣子 那我應該怎麼讓它 剛好就放在某一個坐標 儲存格的坐標位置上呢 其實就必須要懂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儲存格的左邊這條線 跟上面這條線 它剛好有兩個屬性 一個就叫Legend 上面那個叫Top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這個圖 幫我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圖畫出來 你希望指定幫我 放在某一個儲存格的左上角的話 可是問題是要怎麼做 這個的話就可能相對是 比錄製具體稍微難一點點 但是也不是說找不到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方法 叫做AdChart2 那你說老師那我插入的時候 他只有給我群組直條圖的 相關設定的參數 這個AdChart2實際上 它其實還有更進階的 也就是說除了可以插入某個圖之外 還可以移動它的坐標 甚至調整它的寬跟高 但你說老師那我怎麼知道 參數應該怎麼下 其實跟教過一個方法 你只要把游標放在AdChart2上方 這個點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機關 這個機關我還滿喜歡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查詢 AdChart2的相關參數的話 你只要游標放在那邊按一個F1 不過我們筆電可能要加一個方旋鍵 方旋鍵加F1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跳出內建官方的一個說明檔 然後跟你講說你要執行AdChart2的方法 那你的語法大概就是這樣 前兩個就是它的圖的Style跟Type 那後面的話 這兩個就是它的左邊的坐標 跟它上面的坐標 那我就指定跟它講 請你幫我把它放在 第二儲存格那個地方 那就修改這個 後面有兩個一個是寬 一個是高 也可以調整 所以其實只要加四個參數 當然你如果坐標就加兩個就好了 可是要怎麼加其實也不難 因為我的需求是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圖移到 第二儲存格的左邊跟上面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只要這樣 在這邊 有沒有 1、2 第三個豆點就可以了 第三個參數 就跟它講說我要放在 這個第二儲存格的左邊這條線 左邊這條線的敘述很簡單 你就跟它講 這個儲存格 儲存格的話 習慣用Range 打一個第二 第二的這個儲存格位置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一個屬性 點Labs 點Labs指的就是說 第二儲存格左邊的那條線 就是我要放的位置了 OK 這個Labs有沒有 它就知道說你要放的位置在這裡 OK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其實你可以指定左邊 就是有點像水平軸的位置 把這個圖先delete掉 我讓一下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執行的結果會怎麼樣 它就會剛剛好 放在這一個左邊的這條線上 OK 不過你說老師 他為什麼沒有把它往上調 因為我只有調它的水平 沒有調槌 槌子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再加第四個參數 就是在逗點 逗點的話就是跟大家講說 幫我放在第二儲存格的上面 OK 所以我把這個第二複製過來 點Tub就可以了 Tub就是上面那條線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就加兩個參數 加兩個就可以了 你說老師寬跟高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再加寬跟高 不過我是覺得座標比較重要 寬跟高如果有興趣自己調一下 OK 好 那把它run一下 看能不能真的剛剛好 放在指定位置 如果有的話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有沒有 剛剛好第二 你說老師我不要第二 我不要第一 可以啊 你把它改一下會好了 這個你要放哪裡就放哪裡 而且將來不是只能放一個圖 你可以放多個圖 有沒有 像Power BI裡面不是有Dashboard嗎 儀表板有沒有 你可以按照你要放的位置 自己再調一下 有沒有 坐標寬高 然後一個 兩個 三個 甚至你可以放多個 我們後面會講 可以用VBA做出類似Power BI的Dashboard效果 OK 現在沒困難 這個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會的話 後面要做就簡單了 好 這樣不就OK了嗎 所以有 樞紐圖也完了 樞紐錶也完了 那把兩個串在一起 不就會是一個什麼呢 Wi-Fi熱點前五名限制 所以最後要怎麼做呢 再加一個Sub 所以請各位先坐到這裡好了 這個地方雲端白板上都有 所以剛剛樞紐圖這兩段 另外的話 剛剛這個是加在這裡 我是沒把它加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的話 我等一下再把它補上去 OK 試一下